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爱我 我爱你 我们一起查成绩 选学小宝专业 什么还在别考虑 随后 蜜雪冰城官方将主题曲歌从线上玩到线下 无数小哥哥小姐姐为了免单去蜜雪冰城门店唱歌跳舞 蜜雪冰城射死现场的话题爆红 蜜雪冰城还乘胜追击 上传了伴奏 网友们的创作激情瞬间被点燃 打击小巷全都是 你爱我 我爱你 蜜雪冰城甜蜜蜜 一夜之间 蜜雪冰城在全世界开分店的愿望 似乎已经实现 你爱我 我爱你 蜜雪冰城甜蜜蜜 营销方式简单粗暴 成果却令人惊叹 蜜雪冰城创立以来就以亲民的价格 迅速席卷国内三四线城市 三块钱的甜桶 四块钱的柠檬水 六块钱的奶茶 即使口感和品质属于中等水平 也让众多网友表示 他不嫌我穷 我不嫌他咯 还有网友表示 他都不拿我当外人 我为啥要拿他当外人呢 随着人气不断上升 蜜雪冰城的门店数量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 到2021年4月 蜜雪冰城全国门店已经超过1万家 而蜜雪冰城的成功 离不开创始人张洪超的努力 蜜雪冰城创始人张洪超 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初中毕业后他就没有继续念书 而是开始做生意 后来他自觉学历太低 没有办法出门应聘 便参加了自考 考上了河南财经大学 大学旅学到的知识 让他思维模式发生了改变 1997年 还在读书的张洪超 靠着奶奶给的3000元 摆起了冷饮摊 2000年 他开了一家只有20平米的小店 居名蜜雪冰城 他的创业之路便由此展开 因为要节省房租 张洪超选的门店 都是在城市的鸡脚嘎啦 于是 他竟然遭遇了好几次的拆迁 但张洪超越挫越勇 2003年 他找了个旧厂房 一边卖冷饮 一边买着家常菜 2006年 张洪超在逛街时 发现了一款特别好看的 彩虹帽冰淇淋 但是20块钱的价格 让他震惊了 回去之后 张洪超立刻开始研究配方 在他反复尝试下 终于研究出了 味道不属于彩虹帽的冰淇淋 不久 张洪超推出了 两元一个的 摩天脆脆冰淇淋 在蜜雪冰城 家常菜馆吃饭 还能拿一元优惠券 于是这款一块的冰淇淋 靠着超高的性价比 迅速火了 从此 蜜雪冰城 低价格的名气 算是打响了 2007年 张洪超开了一家 新鲜冰淇淋店 陆陆续续 吸引了不少亲朋好友 前来加盟 张洪超的蜜雪冰城 没有像其他奶茶店一样 从一开始 就将目标定位在高端市场 他选择了 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从三线小城市出发 从学校出发 在下沉市场中迅速出位 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消费者 学生党们纷纷表示 30块奶茶我们喝不起 还是4块钱的柠檬水香 在蜜雪冰城步入正轨之后 张洪超除了不断地研发新的产品 还决定自己建立供应链 仓储和物流 再再看来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 能保证蜜雪冰城的味道 以及质量 全线路的打通 极致的成本控制 这也是蜜雪冰城 能够保持价格亲民 口味始终如一的重要保障 不得不说 张洪超的商业洞察力 的确非同一般 正是它的前瞻性 才让蜜雪冰城 这一草根品牌 能够在竞争 如此激烈的社会当中 脱颖而出 一转眼 张洪超创立蜜雪冰城 20多年了 加盟店 早已遍布国内大街小巷 物美价廉 让它成为夏天来临之时 大多数人的首选 靠着加盟 张洪超把蜜雪冰城 越做越大 如今 蜜雪冰城的市值 已经超过了200亿 不过 随着加盟店的增加 总公司对加盟店的 管理跟不上 也让蜜雪冰城 多次因为食品安全问题 和卫生问题 陷入舆论风波 但是张洪超 也一直都在积极应对 让年轻人 实现冰淇淋和奶茶自由 是张洪超 一直以来的理想 如今 他成功了 希望他和蜜雪冰城 可以一直分享甜蜜 传递快乐吧